拢了五年的充气娃娃 如今不仅变成了真人 还自带全自动引擎主动上位 就连曾经高攀不起的权贵女警官 都当了田斗抢着要给他生猴子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款名为漠视的游戏 男主名叫好汉是个穷屌丝 但只喜欢喝酒的他本不应该和这款游戏花 直到某一天的夜晚 当他从睡梦中醒来将改变他一生的事件发生 睡梦中的他还以为自己做了春梦 可就在花蕾包裹树干的一刹呢 过于真实的触感让他情不自禁喊出了声 直到双手向前抓住了两团柔轮 眼睛睁开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做了个女 我靠 你可喵的是谁啊 然而面对好汉的惊呼 女孩却还在因为刚刚没能获取精气 显得格外失望 我叫任君齐来自飘渺财团 很抱歉没经过您的允许就玷污您的肉体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好汉一时间蒙了卷 但还没等他多想伴着身后窗口一阵火光亮起 一只酷似电影里的狼人竟然破窗而入 而让他更加惊讶的是 将狼人一招封出窗外的布屑剂 竟然是从任君齐手里发出的 并且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眼看着墙外一群狼人正蜂拥而至 只见任君齐小脚一灯 留下一句稍后再找您快火便向着狼群飞去 暂时的平静让好汉再也控制不住 内心的惊恐大脚出射 这特喵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这时只见桌上的电脑突然亮起 随即一个自称是万象的最强 EAR系统便出现在了眼前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 那款已经封离全球的末世游戏 因为经过万象系统 对游戏的升级换代成功打破了次元 游戏和现实世界已经互联了 刚当的女人和狼人就都是从游戏里出来 而她们都来找好汉的原因 竟然是系统创建游戏时随便用了好汉的照片 让它成为了就是主 由于目前现实世界的人还进不去游戏里 只能游戏里的角色出来 所以任君齐才想到用偷偷窃取好汉晶圆的方式 希望能怀上运回到游戏世界 但下就是如拯救乾坤 并且目前的情况就是狼多肉少 只有好汉一个 如果哪一天好汉真的被取了晶圆 那么其他游戏里的女人找到 她并会将好汉当场击杀 听到这里好汉急忙准备好了行李就要掏出家 但没想到一切都晚了 因为第一次游戏角色大规模降临现实世界已经开始 随着数以万计的紫色传送阵浮现空中 人们震惊地发现里面不仅有人 甚至连游戏里的装备都被时机丢出 眼看着任君齐就要被吐戏三级的巨狼王灭杀 情急之下好汉只能选择了向系统妥协 随着激活成功三个新手奖励摆在面前 好汉根本没犹豫 直接选择了攻击性最强的技能卡焰暴权 但此卡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图属性伤害减免 画面来到战场中心 此刻的人君齐被巨狼王打的衣服都要没 就要命丧黄泉时 只见好汉略显笨拙地从天而降 依然系统加持的力量对着狼王就是一拳 可让他也没想到这一拳竟直接把狼王打死了 事实正是应了那句老话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即使属性相克也可摧枯拉雪 好汉英雄救美的形象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 任君齐羞红的脸内心已然下了某种决心 不久后当两人再次回到了家 听着系统续道好汉正破口大骂 不料却被任君齐突然打断 询问他现在是不是可以继续造人了 这虎狼之词可把好汉吓了够呛 只能谎称自己饿了要出去买宵夜 剩下的是回来再说 然而刚打开门他就被一股大力推了回来 紧接着又是一脚踩在了他身上 特勤局林飞执行任务请你配合 我们怀疑一场入侵者就在你家 所以只能先委屈你们 给我进去搜 混混把女孩按在了墙上 说什么都要给他上一节生物课 本女孩不仅没害怕反而很兴奋 因为他看见了面前这个扮猪吃虎的穷屌丝 一个让他当众脱下丝袜 甚至撩起裙子主动勾引都纹如泰山的奶 一定会出手救他 而就在不久前 林飞对于好汉的印象还不是这样 那时的他接到命令正带人搜查好汉的家 索性人均起跑得快 这才让好汉松了口气 这时该死的系统竟然浮现在了林飞的对讲机上 就要透露行踪 惹得好汉大怒直接对着林飞屁股就是一巴掌 直到看见搜查人员一样的目光后 好汉意识到错误时已经晚了 把这个银贼给我带回去 我要亲自审他 画面来到贺清局组部 当好汉被人带进审讯室后 奇怪的是负责审查的人竟然走了只留下了他自己 听到那该死的系统再次浮现在监控镜头上对他大声嘲讽 让好汉没忍住起身对着摄像头开始脏话连天 而此刻审讯室外的林飞本想利用将好汉一个人关在里面 好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 不曾想换来的却是好汉一脸挑衅的模样 这下也彻底让积压在林飞内心的怒火瞬间爆发 转身离开监控室就要对好汉突击审讯 然而就在林飞刚到达审讯室门口 一直纠缠他的特勤局二队队长唐四瑶突然走过来 趁机抓住了林飞的手 贴近脸庞就要请他出去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 不料换来的却是一句父母问候 还赏了他一记闭门羹 听着身后路过的两名女警员毫不避讳的嘲讽声 气得唐四瑶浑身颤抖身体开始不自觉散发出蓝色气体 下一秒一张恐怖的脸便映入了两个女警员的眼中 与此同时画面转到审讯室内 林飞正在不断逼问好汉 闯进他家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好汉支支吾吾的只能编瞎话 希望可以搪塞过去 可让两人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俩对话时 不远处的楼梯间唐四瑶已经提上了裤子 同样拥有一事件能力的他邪校出生转身离聚 只留下了两具浑身是血赤裸裸的女警官尸体留在原地 很快楼梯间的命案便被其他人发现 并报告给了特勤局局长林万山 经过调取监控画面锁定了凶手就是唐四瑶之后 林万山便带着特种部队将唐四瑶的房间包围 可德四瑶却根本没把林万山放在眼里 面对特种部队的机枪射击 拥有一事件道具盔甲 他竟然可以无视攻击 甚至只用了一招 就将所有来犯之人全部抹杀 此刻另外一边在审讯室内 林妃还在用她的手段迫使好汉说出实话 这时伴着警报声突然响起 林妃才刚跑出房间查看情况 楼顶突然炸裂唐四瑶从天而降 使用异世界的力量将林妃瞬间擒住 随着盔甲逐渐消失又把林妃避冬在了墙上 说什么都要给她上一堂生物课 这时好汉本想利用混乱逃出生天 不曾想那该死的系统又一次坑了好汉 假装她的声音开始嘲讽唐四瑶 你个没用的废物 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有种来打我 话音刚落只见唐四瑶的身影 已经向着好汉急速冲来 没办法好汉只能硬着头皮决定使用积分抽卡 索性抽出的技能卡血龙柱威力强大 冲击崩中唐四瑶的同时 利用烟雾遮挡 紧忙趁乱带着林妃逃离了战场 画面来到特勤局的一处角落里 听着系统声音响起 林妃这才留意到万象的存在 随即好汉便开始了讲述 他和万象系统相识的来龙去脉 林妃听完也明白了 唐四瑶为何突然变得这么强 就要转身出去找他爸爸林万山出手相助 直到看见了系统传回来的林万山落败身影 林妃这才失声痛哭 向着好汉身上倒去 眼看着唐四瑶释放出的妖兽就要抵达这里 林妃只能恳求好汉出手救救他吧 可系统给出的出手条件 竟然是让他想办法让好汉兴奋起来 见状林妃本想利用脱下丝袜来达到目的 但根据系统给出的提示 好汉此刻的内心根本没有泛起丝毫波澜 此话一出林妃像似被激怒一般 一把将好汉推倒在了地上 直接把身上的制服脱了下来 这下轮到好汉彻底忍不住 一警官不相信男人独居半夜去查房 发现屋里果然有个罗莉少女正摆好姿势 准备迎接男人回家 奇怪的是女孩不仅没害羞 反而主动赶走了女警官 拉着男人就要回屋里上课 而男人即便是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情景 原来他自带的神级系统是个变态 只有让他看到18进的画面 才能获得系统奖 就在老大 林妃为了求系统救救自己的父亲 只能对着好汉脱下了裤子 直到获得了系统认可后 这才红着脸快速穿上衣服 而系统果然没有实验 直接奖励了好汉一套S级装备 青龙战甲不见青龙拳套 并且还让好汉连升了三级 所以当好汉再次面对怪兽的袭击 林警用了一拳 便将怪兽瞬间击杀一击之力 恐怖如斯 而当两人出去寻找林妇时 发现林妇已经被赶来的救援队 带到了安全地带救助 罪魁祸首唐四瑶 也趁乱逃走不见了踪影 听着好汉描述 林妇这才知道 游戏世界降临现实的消息 随即他便决定 单独成立个特别行动队 林妃担任队长 好汉担任特别顾问 负责辅助林妃调查 好汉听到这里本想拒绝 却没想到林妇 以他看了自己女儿为由出言泄谱 最终没办法 只能选择了妥协 然而就在林妇陪同好汉回家取行李时 打开房门的一刹那意外发生了 只见任君琪正买好姿势 准备迎接好汉回家上课 见状好汉急忙向着林妇解释 这才化解的尴尬 没过多久几人便来到了一处高档别墅里 好汉的房间被分在了二楼 林妇则住在了隔壁 至于任君琪却被安排在了负一层地库中 眼看着琪琪就要发飙 好汉紧忙告诉林妇琪琪的实力很强 让她加入行动队也是一大助力 听到这里林妇也就没说什么 转身离开房间让好汉自己看着吧 这时琪琪突然搂住了好汉求疼爱 惹得好汉一机灵谎称自己太累了 等明天休息好了一定满足你 说完就赶紧回到了房间 将房门反锁上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表示如果好汉可以EBR 他一定会给出更多的奖励 此话一出彻底点燃了好汉的怒 你也大骗了 因为你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你最大的弱点被我抓住了 便一叫起来 发现身旁竟然躺了的妹子 尖叫声传出的同时 看向已经破碎的房门一股羞辱感瞬间传来 然而女孩却表示他其实什么也没做 原因竟是查验了男人因为休息不好 小精灵质量不够关 所以才没动手采集 眼看着任君琪一副女主人模样 准备出去做早餐 本来好汉也没多想事 直到他下楼看到了惊悚一幕 只见任君琪为了给好汉补一补 竟然从动物园偷了一只老虎 要为好汉做一份普遍早餐 吓得好汉急忙出言喝吃 要他赶紧将老虎送回去 这使任君琪前脚刚走没多久 一个背着双刀的女孩便出现在了家门口 女孩自称是北风帝国的公主姓六名九 别紧张我没什么恶意 只是想从你身上借一根东西 原来六九所在的异世界帝国 曾是北部最强盛的国家 半年前因为恶魔降临王国惨遭律 全军覆灭 因此六九便背上了血海深仇到处找寻可以复仇的方法 而被系统设置成为救世主的好汉 就是他报仇的唯一希望 只要从好汉身上采集到血脉 就可以培养出下一个救世主 让北风帝国重振寻风 并且由于异世界的恶魔如今也在寻找好汉的下落 所以在采集完成之后 六九便会亲自送好汉上路以绝后患 下阴刚落只见六九抽出背后双刀 用力向前挥舞的一刹那 好汉身上的衣服瞬间尽数被撕碎 巨大的尺寸让六九为之一论 但并无夜长梦多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飞向空中将衣衫退去的同时 精准导航直接命中目标 可就在六九准备加速尽快解决战斗时 一把手枪突然顶在了他后脑上 来人正是刚被册封为调查组组长的林飞 然而六九见状不仅没害怕反而很兴奋 反观林飞也没给好汉解释的时间直接怒骂出声 现在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还在做这种龌龊事真是让人恶心 原来就在好汉和六九战斗时 第二次一世界大规模降临现实世界已经开始了 随即好汉紧盲用力让六九停下动作询问战况如何 才知道林飞来找好汉正是因为有战斗小组被困 局长要求林飞找到好汉一起去营救 可六九显然不想拖延他的采迹计划 直到听见好汉的警告这才停下动了 如果我愿意可以随时给你 但如果我不愿意 即使你在我身上好多久都没用 听到这里六九只能选择了妥协 而且为了获取好感还答应了一同和好汉且去营救 可好汉怎么也没想到 导致战斗小组全军覆没的那个人 正是他的老对头唐四摇 八市区惊线侠盗飞车 李警官没驾照速度直接干到一百八 后面竟然还跟着一整个队伍听他调解 目的地就在眼前林飞正指挥着作战技术 只见好汉突然猛打方向盘 下一秒数到激光炮擦肩而故 直奔后方车队而去 干着爆炸声传出的同时 两人看向前方这才发现 原来目的第二楼方向早已埋伏好了敌方狙击手 所幸好汉对此早有准备 就在狙击手即将再次发射激光炮时 一道火光突然从天而降 所有狙击手的武器被禁术斩断的同时 又瞬间将众人全部秒杀 来人正是好汉请来的帮手 来自异世界的六九公主 眼看着经验值层层飙升惹来好汉一阵懵逼 直到系统提示这才知道 原来六九被算作了他的谱从 只要六九打关那么好汉 就会同时得到一半的经验 这时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再次从身后传出 公飞数量坦克烟雾散除 只见一条四级天机蛇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两人眼 天机蛇张开大口直奔紧车而去 好汉逃跑的同时本想利用技能的妇虏 将天机蛇困住来帮助两人逃生 不料攻击根本没有奏效 而就在好汉准备出去单挑天机蛇时 六九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了基盖上 不要冲动你还不是天机蛇的对手 他就由我来对付你们抓紧时间突围 话音刚落六九便独自一人向着天机蛇飞去 见此行刑好汉本想利用系统抽卡 抽出一张可以瞬间秒杀天机蛇的高级技能 没想到抽出的竟然是一张谢谢会 原因竟然是没给系统看福利 然而此刻好汉根本没时间去喷系统 因为一道金色弓箭已经命中警车 直接炸开了车门 林飞集中生智跳到了副驾驶好汉身上 这才心里疑难 这时伴着警车路过一片减速的 剧烈的颠簸让林飞情不自禁发出一阵阵间急 你的腰里揣枪了吗 个的我好烫 我的枪都要被你作断